此时要附住宝宝的颈部 然后将宝宝跨置在我们手臂上面的位置 将宝宝的头部朝前 此时在他两个肩胛骨的中间拍击五下 抱着小宝宝模型 模拟宝宝遇到紧急状况的处置方式 首先要保护好宝宝颈部 再进行义务排除 另一头学生借由辅助背带将患者翻身 再就吊挂机器协助患者从床铺移动到轮椅上 开南中学照顾服务科学生除了拥有这些技能 在校内还有全台第一所 在高中职设立的日间照顾中心 开南青春学堂 成为学生实习的最佳场所 在我们的开南中学 有开设了长照医师专班 是为了否我们学校有一个所谓的青春学堂 也是所谓的日照中心 那么它是我们国中生选择医护类 升学的一个新选择 而突然的形成了矽卡都 非常的热门 所谓的矽卡都就是新店的更新 淡水的马街 还有我们内湖的康宁 还有我们首都圈的开南 尤其我们开南的长照医师专班 不只有这个护理科的选择之外 未来还可以选择物理治疗系 或者是药学系或是职能治疗 淡水马街 新店更新 内湖康宁 以及位在首都圈的开南中学 仍然成为国中生医护类别选校的四角都 在办学及技职教育培养上 提供学生多元专业的教学环境 让学生适性适能发展 医师专班的课程最主要除了学 这个医师的基础课程之外 我们不只是学老人的照护 我们连幼儿的照护 或是亚健康青年人的照护 我们都有学习 那当然在升学上 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能够考取药学系 如何能够考取物理治疗系 将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重点 成立长照医师精英专班 培养照护能力 从老人到婴幼儿的照顾 甚至青年人的亚健康照顾 都有安排专业课程 让学生实际操作过程中 训练专业职能 体验并了解自己喜爱的科目 提升适性发展的机会 未来升学就能够选择药学 物理治疗系等专业系所 朝人生目标迈进一步 记者陈敏伦台北报导